HELLO 大家好,我是電踏少女Lindsay 有人跟我一樣很關注這次 Apple Watch Series 7 嗎? 因為其實在前幾個月傳聞真的是滿天飛 也讓我對 S7 是充滿無限的想像 那麼 S7 和 S6 又有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呢? 我認為主要是在螢幕上的設計跟耐用程度這兩大方面 但如果今年是有打算入手 Apple Watch S7 的踏友們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Apple Watch S7 這次在外觀上採用更圓弧的邊角設計 沒有像之前傳聞說的是採用和 iPhone 12 一樣的方正設計 不過我想柔順形圓弧的邊角設計 可能在佩戴的舒適度上會比較好 可能就比較不容易遇到會卡到手板的狀況 另外這一代在邊緣的設計考慮到光線折射原理 呈現液體成型包覆起來的視覺效果 讓螢幕和表殼可以有更好的貼合 那這次的尺寸有 41mm 和 45mm 兩種選擇 整體螢幕面積是跟上一代相同 不過蘋果這次把顯示器重新設計 邊框縮窄 40% 來到 1.7mm 讓整體螢幕可視的佔比提升 20% 隨顯Rena顯示器在室內的亮度相較於 S6 是提升了 70% 所以你就不用太刻意的把手腕提起來喚醒它 用輕喵的方式就可以看到訊息的通知跟時間 也因為有了更大的螢幕 可以顯示的文字也比上一代多出 50% 讓你在閱讀訊息的時候可以更快速方便 按鈕和數據呈現的介面也重新設計了 按鈕變得更大 減少誤觸 而且還可以呈現更多你在運動時的數據 蘋果每年推出新品都會一併推出新色 這次 S7 鋁合金版本有綠、紅、藍、午夜、星光色、五款顏色 而且是帶點珠光的設計 不同角度會有不同光澤 不鏽鋼版本則有黑、金、銀 鈦金屬版本則推出黑、白兩色 至於錶帶的部分 發表會上也表示是可以兼容所有現有的錶帶 蘋果也表示 S7 是歷代以來最耐用的 Apple Watch 表面使用的是更加堅固的水晶玻璃 那這塊水晶玻璃相較於 S6 的厚度是提升了兩倍之多 所以整體就是提升了它的強度跟耐用性 同時還支援 IP6X 防塵以及 WR50 防水等級 最多可以因應 50 公尺的水深 對於喜歡戶外運動的使用者是更有幫助 那麼接下來就要提到這次的新功能 Apple Watch S7 這次搭載的是最新的 WatchOS 的作業系統 有提供全新個人化的動態表盤 還優化了自行車體能訓練的演算法 不慎在騎乘的過程中摔倒 也有七星跌倒偵測 幫你撥打剪輯電話 如果騎乘的是電動自行車 那麼這個改良的演算法 還會去辨別說你使用的是踏板的力量作為輔助 還是你單獨腿部的力量 去更精準的測量你到底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此外還新增了太極和皮拉提斯 這兩項新的體能訓練類型 使用者還可以搭配正念 App 中的反思功能 讓你隨時穩定心情 保持專注 針對健康偵測功能的部分 則是沒有改變的 維持的是有些樣濃度偵測 ECG心電讀測量 心率偵測 還有睡眠、洗手、跌倒 SOS緊急服務跟高低心率的通知 WatchOS 8 還會透過追蹤睡眠呼吸的頻率 也就是你每分鐘呼吸的次數 來讓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代的功能跟S6 其實說實在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也沒有出現傳聞所說的會有血壓、血糖跟溫度的測量 主要還是提升在內部服務的範疇啦 不過我想在日常生活中擁有這些功能其實是很足夠的了 接下來就要提到我自己很在意的續航力表現 我想還沒有入手Apple Watch或是正在考慮的一些踏油們 可能也是因為續航力而止步的吧 因為我就是 那這次的S7呢 很可惜的還是跟S6一樣維持的是18小時的續航力 不過蘋果有重新設計了充電器的架構 蘋果在發表會上表示S7支援快充技術 讓整體充電的速度提升33% 電量從0-80%只要花費45分鐘 充電8分鐘就可以支援8個小時的睡眠偵測 其實擁有這麼多的功能 再加上隨顯螢幕 擁有這樣的續航力表現其實是很不錯的了 只是沒想到是一樣維持在18個小時 就是稍嫌讓人家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因為就我自己的使用經驗過去在使用S6的話 基本上都是要一天一充 好接下來是售價的部分 Apple Watch S7的售價是$399美金 收合台幣大約是$1萬1 好那我這邊就稍微總結一下Apple Watch S7的特色 包括了螢幕加大、縮窄邊框 提升了整體的螢幕佔比 表面使用更堅固的水晶玻璃來提升整體的耐用度 擁有WatchOS 8的全新錶盤設計 和運動時的顯示介面 最後就是支援快充技術來加速充電的速度 最後最後就是要依我的使用角度給大家在選購上面的建議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有使用S6一段時間 不過在用的同時我就想說 嗯...我就再看看今年的S7好了 因為續航力我自己真的是...還蠻不滿意的 那麼就是隨著發表會結束 我現在就是心如止水 還是會買知識就沒有當初那麼衝動想說 蛤?好想要!我就要!現在! 可能還是要等之後拿到時機去體會一下它高螢幕佔比的整體操作感受 如果你自己是比較在意視覺體驗跟操作度的話 我會建議說之後S7有在門市可以試用的時候 再去看看有沒有符合你的期待 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有打算想要入手一台智慧型穿戴裝置 或是急著想要看自己身體健康變化的話 特別是鮮氧濃度 那我也會建議說現在入手S6也是沒有問題的 不管是給自己用或是家人使用都可以得到實質上的幫助 但是我自己對於科技產品就是買新不買舊 所以怕我們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 先前根據傳聞好像是說Apple Watch在生產上遇到了一些狀況 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 所以今年的Apple Watch S7是不會跟iPhone 13在同一天預購跟上市的 要等到秋季末可能是11月左右的時間 過去Apple Watch每三年就會有一次的大改款 那麼今年的S7變動的幅度其實是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大的 那麼怕我們對於這次的升級改款有滿意嗎? 或是有哪些功能是你很想要卻沒有出現的 都歡迎在留言區跟我說 那麼我們之後拿到實際的話 也會在電他少女的頻道跟大家分享使用的心得 大家也要持續關注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